左脸很少 对 对 道脸猴也是 道脸猴也是前面有大 人家是往前 我是往后 所以后退的步子一定 比前进小 是不是这样子 进步一定 比退步快 所以人家进你退 如果到正常的退的话 人家进来的力量 一定比你退脚的 这个要长 所以你如果退在这边你就倒了 所以道脸猴 这个退步 他的脚一拔 脚一拔起来 这个胯还是这样 往后拉 这个退步不能退到这里 你再伸也不行 再伸直到这里 你这个脚一拉一退步 要到这边 这个地方的时候 是用胯拉 这有没有看到 跟那个一样的 啊 你要用胯把你的身体往后 往后拽 往后面拉 这个距离才够 要不懂 所以为什么你看在打斗的时候 人家进你一直退 你到后来你就倒 什么原因 就这样子吗 因为他进一定比你远嘛 进步的距离一定比你退步远 而且比你退步快 所以你那个距离会越来越小 它的距离是越来越大 你到后来你的支点 你的脚落 你的支点太早了 太短了 它那个力量超过你的支点 你就倒了 那么懂 所以退步 第一个是斜 斜退 第一个是斜 斜退 所以这个脚 一拿起来的时候 这个胯 往这里拉 这样退 要不懂 第一个拉长 第二个斜的 啊 这个脚拉起来 你看 往这里退 要不懂 这样人家大力进来 你退 你才能退 退的掉 否则你很难退掉 啊 各位懂 你们可以试试试看 啊